建美市戏指区日前有男子 没有依照规定左转遭到远警拦下 起初他狡辩认为自己没错 后来发现站不住脚了 当场暴怒迁怒女警 还怒呛对发不养字眼 甚至把罚单给撕掉 不过种种的言行 也让他吃下了三起官司 男子违规被远警拦下来 起初想狡辩 最后发现自己站不住脚 突然爆气回呛 大姐你现在是要撑对我还是怎么样 我没有针对你啊 是不是也跟你道歉了吗 不满被开罚单 跳针式的回答说自己都已经道歉了 还想怎样 下一秒他火气更大 小辱女警是菜鸟 甚至开门试图想撞他 撕毁了手里的罚摊 老父亲站在一旁看傻眼 上前想劝阻 却被儿子给挡了下来 好生好气的女远警 这下也不忍了 再开一张啦 不要这样子啊 你不要那么狗大小声 我叫他说这张红单 他要给我签 然后他给我撕掉 事发在新北市戏纸 原来当时未信男子 要从戏纸的大同路二段 左转里门街上国道 但路口左转号制灯 还没亮抢快过马路 遭远警给拦下开单 他不满警察不体谅他 撕毁罚单泄愤 遭到起诉 将警察的罚单给撕毁掉 依照刑法138条的规定 是属于毁损公文书罪 最高是可以除到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自己违规在先 还藐视公权力 儿子闹事老爸出面缓夹 呛警撕罚单 开门撞警察 一共吃上三条罪名 现在恐怕不是脚钱 就能了事 这里若为陈天如新 北方我们报道